歡迎繼續收看我們Spintor GHK的田徑快信 3月份最終目的比賽莫過於在塞爾維亞舉行的世界室內錦標賽 第一樣要打開頭炮要說的是 來自瑞典的Mondeau de Plantis 再次打破自己所保持的室內男子餐廳跳世界紀錄 將紀錄推前多1厘米的 做出6m20來奪取冠軍 女子三級跳奧運冠軍Rohas在最後一次試跳 做出個人最低的成績15m74 落詞的時候已經很明顯大幅度超過了世界紀錄線 將原先的室內世界紀錄15m39大幅度推至15m74 並且獲得該項目的冠軍 亞洲選手一樣帶來好消息 你知道韓國的跳高選手與上黑是以2.34米獲得冠軍 而女子跳高方面 來自烏克蘭的曼希爾奇奇 就在第三次試跳成功 越過了2.02米獲得該項目的冠軍 超過2.02米獲得 最終目的男子60米就上演飛人大戰 最後是由奧運冠軍得主Jacob以千分秒力壓同樣做出6秒41 而奧運冠軍的成績 Coleman奪取冠軍 Coleman奪取冠軍 1996的Worldly好成績奪取冠軍 Coleman奪取冠軍 Coleman奪取冠軍 由於平世界紀錄的成績後,做出7秒39,獲取冠軍 女子60米蘭有我們香港運動員代表女麗搖出戰 初賽以8秒47來完成賽事 決賽是由來自法國的Samba Mejela 做出7秒78,奪取冠軍 今個月的田徑快信就是這樣 覺得我們的影片有幫助,記得Like、Share和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田徑快信再見,Bye Bye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